取经路上猪八戒最是能偷肩耍滑 他降妖时向来都是挑软柿子捏 比如寻山探路的小妖 毫无还手能力的女妖精 以及荆棘岭的树妖 而一旦碰到硬查 他立马就会躲到孙悟空身后 甚至在师徒国一回 听到那三魔的来历 直接吓得拉了一裤子 然而猪八戒唯一英雄的一次 却是在面对牛魔王的时候 他二话不说 拎起钉耙就干 甚至还打死了牛魔王的爱妾 遇见狐狸 那么他们之间到底有啥恩怨 为何能让一向怂断的猪八戒 如此的硬气呢 原来孙悟空变成牛魔王的样子 骗走芭蕉扇后 老牛故技重施 变成了猪八戒的样子 又把芭蕉扇给骗了回来 这就是侵犯了二师兄的肖像权 所以猪八戒得知后 立马大怒道 我把你这血皮涨得糟瘟 你怎敢变作你祖宗的模样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假如牛魔王变成自己的模样 到处干坏事 背锅的岂不是自己 可见八戒宁愿获出性命 也要保全自身的名誉 结合他前世的地位来看 这种行为也不难理解